哈喽大家好我是钱子海鲜肩上 今天咱们吃这个古巴龙虾 动一个动一个还活着呢兄弟们 这个是我空运从上海发过来的 昨天晚上发 今天上午到大概也就十几个小时吧 所以咱们在网上如果买龙虾的话 发这种空运几个小时之内 它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到家之后 你还想让它再活一段时间 你就赶快把它放到冰箱冷藏里面 它可能还能再活个个八个小时 判断一个龙虾的活跃度 你就把它弄过来 看它的 看它这尾巴 你看 对 铺扇 如果它铺扇的频率不是那么高 那完了 这下又挂了 龙虾千万不要放到淡水里去养去 我买的是238一斤 2.7斤 然后加上144的运费 一共是786.6块钱 就这么点个小玩意 你们大家觉得值不值吧 古巴龙虾是我个人认为 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龙虾 扩活 动的 不是活的 古巴龙虾 我们市面上的大部分都是活动的 它是在国外直接捕捞之后 活着动 然后进口回来的 你要买它最高性价比的 你就去买那个 动的 古巴龙虾 这玩意还便宜 134左右 一斤 像我这么大的 也就300来块钱 它这个颜色是 有点古铜的颜色 是吧 黄巴拉基的 外观就长这个样子 我这只还是个残侠 你们看看 掉腿了 这儿掉一个 这儿掉一个 古巴龙虾咱们之前做过视频 那期咱们是动的 有想看古巴龙虾介绍的 可以翻到上面那期 今天咱们就再给大家分享 一个龙虾的做法 好不好 上道具 来好咱们今天做一个龙虾浓汤 一共需要这些个材料 古巴龙虾一直用蔬菜高汤煮一遍 蔬菜高汤不会做 看我这件视频 洋葱一个大泡红碎 酒葱一根大泡红碎 囚径茎茄一个大泡红碎 大蒜两瓣大泡红碎 番茄酱五汤勺 白葡萄酒两百毫升 百里香一小捆 动物奶油三汤勺 鱼高汤一省 我会做看我这件视频 首先这个古巴龙虾 咱先把它的肉给取出来 怎么样 看着还是挺爽的 兄弟们 有点忍不住了 我先尝一口 好吃 这些部位都是可以吃的 朋友们 腮不能吃 这一大部分都是可以吃的 包括它所谓的脑 也就是它的干一线 这一大块的肉 想不想咬一口 兄弟们 这个腮不能咬 把这肉都拿下来 这个黄看着不错 干一线 来一口 很鲜 很鲜 这个龙虾 其实咱们用盐水煮一下 就已经very good了 这个虾肉是265克 刚才我开盖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已经发现了 顶盖肥 今天买的这个龙虾 算是超值了 咱们记不记得 上次吃那个波士顿龙虾 十多斤的大波士顿龙虾 尾巴也就那么一斤左右 咱今天这个就已经半斤多了 挺划算了 然后咱再说一下口感 每个龙虾的口感都不一样 咱今天这个龙虾 就是那种龙虾 传统的很Q弹 它的那个黄比较好 一点也不腥 非常绵密细腻 无论是它的头 还是它的尾 都是满满的顶着盖 龙虾也没掉出来 特别多多水 总体口感肯定要比奥龙要差不少 但是要比最便宜的波龙要强很多 肉是那种比较紧实的 不是特别的嫩 基本就这个样子吧 咱们抠出来的这个肉 切成大块 虾壳咱们也留着 一会放到汤里面 开火 锅底倒油 龙虾壳倒进去煸炒 我都闻到龙虾的香味 特别香 这个龙虾壳 真千万不要浪费 它壳炒完之后特别香 放到汤里面绝了 炒得差不多了 倒洋葱 倒灰香 倒酒葱 翻炒 倒入大蒜 倒番茄酱 你们猜我为什么龙虾整那么大块 等会儿剪的时候好剪 出锅的时候要把它剪出来 倒入白葡萄酒 加入百里香 加入鱼糕汤 鱼糕汤要不会做 看我之前视频 虾盐撒入胡椒 小火炖30分钟 把百里香叶和那龙虾壳都捞出来 龙虾壳也没有用了 这把知道为什么我整大龙虾壳了吧 把龙虾肉倒进去 再煮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把龙虾肉捞出来 锅里面倒入动物奶油 再煮两分钟 把煮好的汤浇回到原来的龙虾里 特殊的味道 特殊的味道 特别懂 首先奶油味 它有那股奶的浓香 你知道吧 第二是因为这里面放了茴香 西餐里面茴香经常和海鲜搭配 它俩在国外就相当于韭菜 像咱们海鲜如果不知道和啥配 你就炒韭菜 大嘎炒韭菜 海肠炒韭菜 海螺炒韭菜 什么都能炒韭菜 就好多东西你不会做 你就跟韭菜配 就是原来那个肉的味 没有玉米味了 没有 有 有 有塑料瓶的味 有塑料瓶的味 我的天哪 你买塑料瓶了吧 对 买塑料瓶去吧 它这个汤的颜色就非常的正 龙虾肉也不难吃 非常Q弹 主要是汤好 这是我的这碗没有肉的 这个汤特别蠢厚 黏黏的 奶油在里面 茴香在里面 还有百里香的香草的味道 还有龙虾的海鲜的味道 混在里面 几乎尝不出来 龙虾原本那个甜味了 但是鲜味还在 配料的香气特别厚 奶味又特别浓郁 就不吃这龙虾喝这汤就够了 他俩都是喝汤 肉也下了 没下那么快 稍微给他往这边点 这个煮瓜面里面 他 他着急写作业了 上去他就我了 我还有我的 我给他送上嘴下来 你还吃 我太想吃 这是不是咱们近期内做的最好吃的一次 啥意思 是不是想说 刨除你的 就怕我跟你比 就是我做的里面 这是不是做的最好吃的一次 就我个人认为 这次是我做的最好吃的一次 这个做法你们可以尝试一下了 可能有的人吃不惯 但我觉得能有一半人以上能喜欢 还剩一些 等小条再上完课再来吃 好了吧 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视频到此了 感谢观看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